人海國小管學樂隊演奏下 停車場傳來真正的悠揚樂聲 歷經了6年 施資8億元 新義國小地下停車場正式剪裁啟用 2 1 請開剪 過程啟用外市通 為了改善金融市通心的停車問題 同時因應新義及人海區周邊鄰里停車需求 金融市政府利用新義國小地下兩層樓 興建349席的汽車停車場 11月底前停車費半價 12月恢復原價每小時30元 新義國小跟人海國小 操場底下的共同的停車場 其實是市長勝任以來第一個的規劃 以校園為核心的整體規劃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希望透過在這個區塊 因為人海區的核心地段 本來停車空間就少交通本來就比較複雜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畫 能夠來改善這邊的交通環境跟校園的環境 那所有的一個經費 當然在整體起來總共有8.1億 那這也必須中央的一個協助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蔡世英立委在中央協助交易部跟交通部 那總共中央經費補助的4億多 那我們也謝謝我們金融市議會所有的議員們支持我們的預算4億多 然後共同來完成這個項目 那從規劃到建設到現在完成 那我們可以看到新的一個啟用 包括智慧化的停車 包括智慧化的一個車牌辨識 繳匯等等 那我想整個的營運情況會非常的順暢 新設的停車場除了設置有身心障礙者 附幼專用的停車位 最新興的還是有18席電動車充電車位 包括立委蔡世英 基隆市議會多位議員 共同出席了開幕典禮 建政智慧化停車設施 我們今天推動的 信義仁愛市場的地下停車場 這才是解決基隆市民交通的問題 這個案子是適應中央跟地方合作 中央的補助款來協助基隆市政府 建置接近350個停車位的這樣的一個停車空間 那除了滿足學校的需求之外 最重要的是 周遭的我們的廟口區域未來 對於來購物的好朋友 來消費的好朋友 也多了一個好的停車空間 可是光蓋停車場 也不能真正的解決停車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推動的 2088的國道快捷公車 它的其中一個車站點 就是在我們的廟口周遭 所以看得到2088現在的搭乘率非常高 從台北市的政府轉運站 一直到這個地方 六日或者晚上斑斑都客滿 我想這個停車場的一個啟用 對基隆當地不只是仁愛區 包括我們的其他各區 來到廟口消費的這一些觀光客來說 都是非常大的一個福音 因為大部分外地人都會認為說 來基隆不好停車 可是這個停車場開放之後 我相信對於這一些困擾的這一些民眾 他們都可以相當的一個解決他們的困難 我是基隆信義國小畢業的校友 淑貧從政以來一直爭取 基隆校舍老舊改建 非常感謝中央及基隆市政府編列預算 來改建我們信義國小 以及建設我們停車場 加會了我的學弟妹 也歡迎基隆市民及外地來的民眾 可以多多使用 我們這個臨近廟口夜市 所以車位嚴重不足 那當然希望在假日第一個書解交通 第二個平常日 可以讓我們的居民 可以有一個好的停車場所 那我相信對這個未來的停車空間 以及我們這個人行步道上面 我們都會做一個調整跟改善 然後有社區然後學校結合在一起 我們環境也更好 所以我相信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設 也肯定市政府跟蔡世英委員的表現 在我們市區裡面的停車空間 也增加了不少的挹注 我想今天這個停車場啟用之後 希望說外來的車或者是本地的車 大家都能夠好好的利用這個停車場 讓這個停車場發揮它最大的一個能量 讓我們所有市區裡面的塞車能夠成為零 今天非常高興這個規劃已久 然後我們的這個信義跟人愛地下國小停車場 總算是落成啟用 在更新改建的時候也會納入地下停車場的規劃 金融市中心的停車位 每到假日一味難求 市政府積極尋找停車空間 說要改善違規停車狀況 同時也解決周邊三里里民最苦惱的停車問題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